歡迎大家收看3月15日的明報5時半新聞直播 慢感廣場一個家庭醫生收身症 今早有成幾百人來排隊 烏克蘭總統扎蓮斯基 今日透過視像方式 在加拿大的國會演講 安傘今日有16宗的死亡個案 確診主演人數有688人 ICU有220人 這兩個數字都繼續跌勢 新增個案方面 安傘1,076宗 多倫多235宗 皮爾區有90宗 瀏克區有64宗 慢感廣場今早未到9時 就有個百人在商場外排隊 你沒猜錯的確是有新店開張 不過開張的不是特色商店 而是華人醫生診療所 來排隊的都是在找家庭醫生的市民 近幾年陸續有家庭醫生退休 新執業的華裔家庭醫生也不多 華人想找一個同聲同氣的 真是很痛苦 電初收到家庭醫生通知 說在今年5月底會退休的張小姐 知道慢感廣場有華人醫生收身症 今天就突然跟同事調班 早上8時35分就去排隊 續續排了兩個小時才拿到一張登記表格 總算是完成任務 而未到下午1點 診所門口已經貼出告示 說今天的名額已滿 明天請早 我前面那個女人她說她是幫她媳婦排 她找了四年了都找不到她媳婦 醫生退休 我後面那個女人她來了三次 這次是第三次 她找了兩年了 她家庭醫生 她沒找到 她一路都沒找到 最初是想唐人方便一點 我打了很多都不收 然後我們家附近有個西人 不要緊 我有些專有名詞 我看病我也知道 但是最後 我同事說那裡有 我就去 通常大家同一語言 溝通是方便一點 安心一點 因為家庭醫生退休 沒辦法 這樣 張小姐說 知道原來的家庭醫生會退休後 就覺得茫茫然 不知道哪裡找回家庭醫生 唯有按對方的建議 在網上Google 兩天之內 就打了六七十個電話去診療所 但是也找不到一個收身證的華人醫生 而另一個市民 黃小姐 最近也在找家庭醫生 她說自己找西人醫生 英文或者勉強都可以應付 但是爸爸媽媽不懂英文 一定要找一個華人醫生 這樣令她很頭痛 我是RD Uptown總裁Helen Chin Krischer 我們擁有安省自大的華人營業團隊 RD Uptown是你的首選 烏克蘭總統扎蓮斯基今天透過視像方式 在加拿大國會發表演說 她表示 過去二十日以來 烏克蘭受到俄羅斯的炮火攻擊 每天清晨四點鐘 到處都聽到爆炸聲 她呼籲盟友儘快把烏克蘭上空 列為禁飛區 今次是加拿大下議院兩年來 首次坐滿幾十人 嘉賓直上也在無虛切 總理杜魯多應用 這是加拿大人一致支持烏克蘭的表現 而扎蓮斯基的演說 獲得全體議員暫立熱烈鼓掌三分鐘 扎蓮斯基在演說中說 加拿大人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是你們自己的城市 例如厄泰華、多倫多、滿地可被轟炸 那會是一個什麼感覺 他說 你試想一下 你的家園被銷毀 你的城市被摧毀 你會怎樣 俄羅斯正是試圖殲滅烏克蘭 扎蓮斯基很感激加拿大政府 但是他絕望地需要尋求更多的幫助 包括設立禁飛區 以阻止俄羅斯的飛機和導彈 他說 每一個晚上都是一個可怕的晚上 我們的要求不是很多 我們要求正義 我們要求真正的支持 加拿大是北約的成員國 但是北約一直到現在 一直拒絕扎蓮斯基的請求 不肯在烏克蘭上空設立禁飛區 擔心這樣會迫使危機升級 令到各個國家牽涉入 與俄羅斯軍隊的直接交戰 今天較早時 加拿大宣布再對額外 15個俄羅斯政客和軍事領導人實施制裁 但是 習近平說 直至到現在為止 西方國家對俄羅斯的制裁還是不夠 他希望有更大的經濟制裁 確保俄羅斯是沒有資金可以支持戰爭 習近平說 最近幾天 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入侵越來越猛烈 到目前為止 已經有超過200萬人逃離烏克蘭 首都基庫也遭受到空襲 現在已經有97個烏克蘭的兒童遇害 國會原定在3月21日才開會 但是眾議院議長批准了特殊要求 在今天舉行會議 並且允許嘉賓參加 而上星期五的一項最新民意調查顯示 接近四分三的加拿大人認為 北約應該準備好介入俄烏戰爭 疫情期間 為人為己 記住保持社交距離 戴口罩 勤洗手 喝多點水 喝乾淨水 當然是瓦佳淨水 過去兩年 因為疫情 令不少消費者 都減少外出 反而習慣網上購物 對消費者來說 不用出門口 不停按一下 貨物就自動送上門 當然舒服 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 這樣就增加了速遞員的工作量 也可能因此而減低了他們的服務質素 近日 就有多個多倫多市居民 在社交網上投訴 並上載閉路電視的視頻 拍到速遞員如何粗暴對待他們的貨物 其中一段片段顯示 一個速遞員走到一個民居的前門 不僅大大力把貨物扔到地 就連門中也懶得去感 這個網民表示 他訂購的是一個玻璃製品 不過幸運 物件未因速遞員的粗魯而損毀 但速遞員的態度令他很不安 另一條片段顯示 一個速遞員隨手就丟下一份郵件 由於郵件沒有重量 結果大風一吹 郵件打了幾個關斗 才躺落在地上 也有網民投訴 速遞員沒有按地址 將包裹送上門 而是將一個巨型包裹 留在領取中心 要他親自提取 但試問 一個這樣的具件 他又怎能自己拿呢 對於速遞員惡劣的態度 Pillolator Fedex 和Canada Post 都不圓置評 今年終於都有望可以去旅行 專家就提醒旅客 預訂機票的話請進組 因為航空旅行的成本 很快將會上升 燃料價格飆升是主要原因 旅行保險公司總裁Fedex通說 3月旺季的強勁需求 加上製作俄羅斯入口的石油 令航空旅行的成本貴了不少 旅遊搜索網站KAYAK 就比較了今年3月 和19年3月的國際航班價格 發現由多人多出發 去一些熱門目的地的機票價格 都有顯著上升 例如由多人多去新得利的機票 就貴了6成 而由多人多去陷坤 或者多米尼加 就平均貴了5成 即使是去紐約的短程航班 也都比3年前貴了3成 而去歐洲例如去巴黎 即貴了15% 廢爾斯通又說 另一個月關注的問題是 即使賣了機票 航空公司會不會在日後 向已經購票的旅客 另外徵收付加費 除了機票之外 郵輪船票的價格也在急升 多倫多一間旅行社的負責人說 由二月防疫措施放寬以來 加納比海郵輪的價格至少升了2成 他說今年年初 古包的全包式套票是800元 今個星期升至接近1200元 他估計隨著現油價格表升 郵輪的價格將會繼續升下去 省長福特今天說 省府智力培訓新一代醫生接班 將會提供額外的160名大學醫學生名額 295名大學畢業生醫學生名額 這是安省十年來首次增加醫學學位名額 他說增加的醫學生名額將會盡快進行 被問到全球多個地方出現疫情反彈 BA2病毒正是廣泛傳播 省府下週一解除口罩令會不會太過急 福特回應解除防疫措施是審診的 重序漸進行 由巡山安省已經建立更好的醫療系統 衛生廳長葉麗雅說 解除防疫措施是首席醫療官牧爾醫生支持 預計短期內省內的案例 有50%會來自BA2病毒 現在數據顯示 BA2病毒並未帶來更多轉者和重症者 他又說省府已經增加了3,100張病床應對大流行 他說牧爾醫生正是密切注視 以BA2病毒帶來的影響 暫時未見到BA2有嚴重的後果 針對下週一解除口罩令 專上學院廳長鄧樂普說 各大專院校自行制定自己的戴口罩政策 省府不會有規定 對於專上學院教職員週五可能罷工 鄧樂普有信心學生會如常上課 疫情放緩下學生上學是特別重要 福特表示 下週一省議會重開的時候 他個人會在省議會裡戴口罩 一個女子在上週五的下週六點二十分 被發現服飾在安省倫敦市一間兩層高的問詐邊 她的52歲丈夫事後被警方拘押 現在被控以以謀殺罪名 在慘劇發生之後 又認識死者的朋友 在兇案現場的前院擺放了鮮花 並附上以中文寫的道詞 道詞除了寫著死者的名字外 以及也寫著天堂裡沒有苦痛 原理安息住宗 案發現場是455號 Billybroke Crescent 倫敦市警方表示 當局接報之後廣到現場 發現一名女子服飾屋裡邊 有鄰居表示 死者和被告 約有兩名子女 在現場住了超過十年 她經常都面露笑容 表現和愛可親 會行路送小女上學 又經常帶女兒去到附近的公園玩 以及經常打理自己家的後花園 據了解 被告和死者 共同時有案發現場的物業 並和一對子女同住 兩人在13年前共同買入這個物業 法庭的文件上 有女死者和被告的名字 但是法庭禁止公佈兩人的身份 從而保護他們的家人 而死者的家人 也暫時不願意公開他們的名字 事發之後 倫敦市警方封鎖著現場 直到第二天都未解封 這次是倫敦市 今年發生的第二宗謀殺案 上年倫敦市 總共發生過13宗謀殺案 天氣報告及油價 由華創公司特約贊助 多倫多今晚的氣溫約0度 明天的日間平均氣溫約5度 今晚油價是1.74 明天預計會跌5千 現在替日香港新聞 首批輝瑞的新冠病毒口腹藥 昨天已經運到來香港 政府今天說這批藥物 今天送到醫管局使用 政府專家顧問 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 在接受港台節目時說 由於現在採購的口腹藥數量 未至於多度可以周街牌 所以病人去到私家診所求診 不會拿到這兩款新冠口腹藥 至於私家醫院 許樹昌說 據他所知 如果他們願意處理 輕症的新冠患者 醫管局會考慮分牌 有關藥物給他們 而醫管局今天就說 由於私家醫院透過不同形式 為新冠病人提供醫療支援 局方會按既定機制 向私家醫院借出有關的口腹藥 用來治療新冠病人 約到之後 之前一直拒絕接收新冠病人的私家醫院 突然變得很積極 浸會醫院在今天公布 他們的新型冠狀病毒確診病人診所 今天啟用 為輕症新冠病人提供治療和講解 求診者需要事先網上預約 陳金收200元 七日養物收300元 合共500元 另外浸會醫院 將會在今星期內 將接收由醫管局 轉介的非新冠病人病床 增壓至185張 亦會用隔離病房 為住院期間被確診的新冠病人提供治療 現在已用了月九成的隔離病房 來治療新冠病人 香港私家醫院聯會 今天亦宣布 13間私家醫院一致決定 撥出共1000張病床和相關人手 接收由醫管局轉介的病人 主要是容納非新型冠狀病毒患者 不過 有合適設備的私家醫院 亦都可以接收新冠病人的轉介 撥出的這1000張病床 佔了全港私家醫院病床總數的兩成 香港今日新增27,765宗的陽性個案 再有218名新冠病人在公立醫院離世 昨日來到香港的售批內地援港醫療隊 75個成員 醫管局在今天說 他們今早開始在亞洲國際博覽館的社區治療設施 了解和熟悉環境 將會在日內正式展開治療新冠病人的工作 醫管局在今早排出專人協助醫療隊 包括向他們講解社區治療設施 收治病人的程序 臨床系統應用、處方人物、急救、醫療程序 以及其他運作的安排等 醫管局有指出社區治療設施的醫療系統 任務名單和工作流程等 已經加入了中文介面 比較需要的醫療隊成員使用 公共醫療醫生協會的會長寧小智說 以他的理解 內地醫護人員是負責照顧 如果涉及到醫療決定 包括用藥和出院 會由香港的醫護負責 而如果出了醫療照顧 在醫療站方面 會有通報機制和調查 但是由於內地醫會人員 並沒有在香港註冊 在專業上 香港醫療會無法介入 亦不可進行幾多領訊 相關的人員 亦可能已經離開了香港 所以亦無牌可取 醫管局組行政經理劉嘉倩說 內地援港醫療隊的成員 將會是以 醫管局名譽僱員的身份工作 他說名譽僱員這件事不是新的事物 過往一些私家醫院或內地醫生 亦曾經以這個身份工作 名譽僱員在醫管局工作 相關保險和對病人的保障條款 亦適用和相同 身份是等同醫管局的醫護人員 醫管局會是團隊所遇到的治療問題 負上最終責任 我都看見你哭 你忍不住哭 對 因為他哭得很厲害 他一說 他太眼淺了 我經常要安撫他 有什麼承諾想對方說 讓他跟我說 什麼承諾 你剛剛在婚禮 你跟我結婚 現在是一個承諾 所以我覺得你直接不用說 我都已經收到了 對 疫情下的婚禮會不會更特別呢 其實又很難有過這樣的感覺 因為我們自己 都是唯一一次結婚 所以都一定難 沒有什麼比較的感覺 這次的哈佬爺有 他訂了很多東西回來去報紙 誰知道因為現在疫情 我們不能夠可以 很如時地 按時地收到我們訂的東西 有些又會有些脫漏 所以 在過程裡面 我們甚至乎有部分的東西 是要在山頭上 撿和劈些竹回來做報紙 好了 現在結婚了 那你的心態上 有什麼重點呢 我覺得太多東西要去學習 尤其是要學做一個好的太太 好的媽媽 那是有哪方面學習的 有 好 很多東西要學習 去看一些 例如我和你的相處 什麼 對 一邊都是有很多的學習 還有很多 真的 這個是人生的課題 太長遠了 所以我 因為我還沒經歷 我也是剛剛才新婚 所以真的沒有這麼多年 我只是覺得 暫時我們的相處 是我們的大前提 因為 始終我覺得 結婚是 很多人都說結婚之後 是另一個境界 來的 那我也想快點經歷一下 就是 看一下 有多恐怖 哈哈 我婚後的第一課就是 我一樣東西都當自己不懂 因為如果 我自己 好像以前那樣看事 有些東西我懂的 你應該聽我說 我是對的 你是錯的 那比較難相處 所以我自己調整一下 不知道有沒有幫助 希望可以幫到我們的關係 就是 每一件事 只要我以前不是這樣看的 現在我會當自己是不懂 最新婚 第一胎是 子還是女呢 其實這件事 都沒什麼所謂 我自己 更加不會公開說 其實我想是子還是女 因為 萬一如果我現在公開說了 他是 我是想是女的 將來我出生的那個是子 他兒子看到又有什麼感覺 如果我說 現在說 我想生的是兒子 如果是女 生他出來 有什麼感覺 所以 其實在我和私林心目中 子女最重要是自己 這個最重要